在澳洲悉尼诗庆日结束时,焦东本都十六市宣布,西班牙首都将成为下届诗庆日的主办地方。 我希望三年后在西班牙马德里2010年的诗庆日与你见面。 西班牙曾于1989年在圣地雅各举行过诗庆日,曾筹办这两次的青年活动的现任马德里总主教鲁高书记表示,从现在到活动举行的日子将会出现积极的皈依。 我们会积极地在三年内以痛悔、朝圣和皈依的心情去筹备,好能一起体验诗庆日的伟大时刻。 在此欢迎全球的青年,你马上会认识到马德里天主教会的内涵,他的能力、活力与魅力, 一包括人性的一面、文化特色、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方式,从东西州养分,孕育了基督信仰的经验,与教会共同的经验。 一切都能表达一份丰富的人类资源,我们的家庭、居所及我们的地方都会开放,欢迎所有愿意到来的青年,可能会有很多,很快就来临。 感谢观看